安波足球快信 2021年9月24日 神户胜利船肉素清障外 星期五傍晚 日职联继续上演角族 戒时清水心跳 将座阵主场迎接神户胜利船的挑战 双方联赛即分有着较大的差距 而且近方方面 神户胜利船更胜一筹 金铺神户胜利船海船 而归不成问题 另外安波直播届时 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赛季踢到这个阶段 我们可以清晰地由积分榜上看到很多东西 例如哪几队是增标大热 哪几队是护级分子 而其中清水心跳 就是其中一支降班危险者 由于这个赛季日职联阔军 所以降班队伍 也随之增加到四队 这个阶对目前积分仍未过三十分 而且排名倒数的清水心跳 来讲就非常艰难 细节方面 清水心跳二十九轮之后 仅有六胜十一和十二负的堪忧成绩 其中军场得失球比为一比一点四五 攻防两边明显入不呼之 入波总数最多是 是巴西外援泰亚高 辛坦拿的十个球 除了他之外 其他球员总入波数最多是两个 换言之 球队进攻战术较为单一 依赖个人进攻 没什么特色 近况方面 虽然上轮联赛二比一击败了先台维加泰 但这个依旧无法改变球队 近期惨淡表现的事实 毕竟对手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宋芬同志 而且在之前 清水心跳一度长达八轮联赛未尝胜职 当中军场室波数接近两个这么多 试问这种堪忧的状态 何得何能同全力冲击前三甲的的神户胜利船上抗衡 在阵容方面 中场连拿到 道古斯图山道士 同和后卫艾仙奴 费拉拿因伤无波踢 说实话 古桥亨吾今下转会枪离队 对神户胜利船的进攻 造成很大的影响 要知道在离队之前 日本国脚系全队投号攻击手 同时也是今季日职联金香得主大热 触见他的重要性 在古桥亨吾离队这些时间里面 神户胜利船的状态时好时坏 既可以有单场射入三个波的进攻出色演出 亦有单场未入一球的低迷表现 幸好一切都是往好的方向在进行 由八月中下旬这段时间以来 在酒井高德中办勇哉 同左左木大树等人的带领下 神户胜利船近五轮联赛 赛六得三胜一和一负的不错成绩 目前仅同落后第三名名古屋百瓶微弱的分数 一中将事战二十足 更为有理的是 神户胜利船不单只是目前日职联 作客战绩第三好的队伍 同时百分之十四点二九的作客负率 更是仅位居联赛领头先紧的川崎前锋之后 今次走坊近放堪忧的清水心跳 神户胜利船自在海船移归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信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